我這個新P仔排 今天第一次由太子出發 第一次經這個洪水去港島線 我們有人帶著 不然自己也會擔心 因為路又不知怎樣走 聽說港島線好像很難駕駛 但是不是呢 這段影片已經解答了大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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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帶著第一次是最完美的 之後你Google Map導航都沒什麼問題 港島線就是 玩完整天 我的結論就是 這是超級好玩的一條路線 好玩在於 超級多的斜路 再加一些彎路 完全不覺得是在香港的 那種感覺 如果大家在外國開車的話 經常都會有這些斜路 然後旁邊又有一些景 然後有懸崖那種感覺 原來竟然可以在香港 港島線 竟然是可以找到這種感覺 然後那些景點 是佈滿了整個港島線 其實如果你平時走開山 你都知道都是那些景點 但是呢 在巴士你不會這樣玩 真是電單車才有這種感覺 你可以有那種路線的感覺 你喜歡什麼時候停就什麼時候停 然後我想去沙灘 然後那裡又有 又有炮台 又有交易公園 又有水壩 其實呢 港島線的景點 我會覺得都幾豐富 而且它的路程是比較近 你可能15分鐘20分鐘 已經可以從一個景點去到另一個景點 其實還沒說你要去行山 其實 我們去那天是熊一 所以都不知道其實那個路線平日 那個塞車程度是有多嚴重 但是熊一去就很爽的 整條路沒有什麼車 就算去到石澳 去到山頂那些都沒有什麼車 但是我們夠早了 但是都見到有車在排隊等進去拍車的 就是山頂那裡 但是很幸福 我們這個電單車 那天是沒有人拍的 真的要你去多幾次 你就知道那裡有電單車位 山頂是有車位的 石澳那裡有很多位 赤柱就聽說好像沒得拍的 中間中間 和水壩那裡 隨便拍都可以的 那些警察應該不會這樣進來 哇 今次這段影片都比較 斜遊和斜拍 我覺得 整條路線有很多景點都還沒去 然後有很多沙灘都關了 然後我這個360也是超級新 第二次玩 所以有很多景點是 不能探索的 而這樣的天氣 我想我們多找一次 一定要好天再去再拍多一次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